完美 搞定 借你们 这个蘑菇咋卖啊 六块五一斤是吧 找了一块的就就就你家卖啊 就这吧 六块三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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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处理好了准备开始清洗和焯水 尽量保证蘑菇大飘的状态啊 不要撕碎 因为撕碎之后它会吸入过多的水分 然后最后如果你捏的不干净 你再炸的时候会影响这个口感 不是那么清脆 我们在清洗焯水完备之后再来把它撕碎 是没问题的 来吧开始 加上蘑菇再放点盐 这种蘑菇呢好像也叫苹果是吧 加烧盐 把蘑菇倒进去 凉水入锅 水开之后焯水30秒到一分钟 捞出锅凉然后撕碎 轻轻的挤啊 四成这么大的就差不多啊 一勺面粉 一勺淀粉 加点五香粉 花椒粉 冰镇小饮料 刚打开的啊 加这个饮料的话就是 炸出来更脆一点 比水的效果还要好 除了饮料之外再加上一点清水 但是不要太稀啊 看看怎么样 好 现在开始制作 把面糊倒到蘑菇里边 好 包裹的非常完美 开始炸了 之前粉丝私信我问过 家里面那些炸东西的话 是用菜籽油呢 还是用花生油 觉得炸东西用这个油的话 是比较浪费的是吧 可以使用大豆油或者調和油 因为这种油的话 是不是很贵 炸东西的话是挺合适的 而且炸个两三次的话 就可以到这不用了 也不心疼 这个是我的小分享啊 来吧 开始 晃动一下 再剥一下 烹火把蘑菇炸到外壳 焦黄酥脆 就可以捞出了 咖啡脆 捞出 控油 完美 搞定 哇 看看这个绵柔细腻的小泡沫沫 敬你们 啊 太爽了 啊 我最亲爱的粉丝和新朋友们晚上好 我是叶猫 一个马生火火柳自右威的新中年男人 把这个绵上马 刚才炸蘑菇开了一瓶 哇 嗯 逼逼下流 话不多说 先整吧 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 延下着回来 自己整个下酒菜的话 赶紧动起来 这个是生火 嗯 嗯 嗯 哇 比肉还好吃 这么热的天 这么辛苦的一天 不吃点喝点 对不起自己 嗯 这是什么 这不是饮料 这是有温度的江河 这是那些年我们一起烫过的浑水 啊 饭店卖三十五一盘的 六块多就把它做出来了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比肉还好吃 独特的蘑菇香味 就感觉像吃肉一样 好神奇 嗯 哎呀百事不厌 嗯 人生如戏 全凭厨艺啊 清脆爽口 清脆爽口 嗯 也没什么主食 也不想吃主食 这不挺好吗 来一起哈一个 B站的小可爱们 跟你猫叔学一下 自己动手 知道最喜欢吃的 感受生活 哈 好了 今天到这吧 我对亲爱的粉丝和亲朋友们 感谢你们观看今天我的小分享 希望你们可以像我一样 正在自己喜欢吃的 享受一下自己的小日子 是吧 来吧 此时此刻还有最后半杯 冰箴精酿 你看了吧 我随意了 下期见 拜拜